我不想连累你 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 为什么呀 阿姐你别走 慢点慢点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我们这边路不太好走 那个孩子妈妈找到了没有 还没有 孩子这两天老是念的她妈妈 心里也挺难受的 确实是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照顾婆婆 肯定特别不容易 你也别着急 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咱们一起找找孩子她妈吧 那麻烦你了 没事没事 她这是睡着了吗 她睡着了这两天 有点闹人 对了我们家上次两千块钱 是不是你放的 是我放的 你放两千块钱干嘛呀 那个钱的事 我等一下再跟你说吧 我其实今天找你来 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关于极客而起的 什么 什么忙 我能帮的我肯定会帮的 就嗯 要不然 你先把柴放回去咱们再说吧 然后 我看你背这么多柴 然后孩子又睡着了 肯定特别辛苦 你怎么背这么多柴呀 这是给邻居大娘背的 她家柴不多了嘛 大娘平时没少帮我们家 我没事的时候就帮她干两户 挺好 那这都中午了 你们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 我上山的时候就带了点饭 你不会吃的就是这个吧 你们就吃土豆呀 那这也没有什么营养孩子能 我跟孩子都不喜欢吃土豆 习惯了 对了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你说嘛 就我感觉极客而且最近心里有事 他老是故意的躲着我 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问他他也不说 所以我想请你帮我去问一下他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行不行 那 那 你别着急 他可能他可能有什么难处吧 这样我先把财送回去 再跟你一块去找他 问问 嗯 可以可以那太好了 我帮你抱着孩子吧 你这也不太好弄啊 不用不用我我可以的我可以啊 我可以可以 那那那你慢一点啊 好好好好的 那走 大娘不在家呀 嗯 哎呀我给你帮忙吧 啊没事没事 没事的 这这么多材这都是你卑位呀 嗯对 这是我这两天堆的 哇你真的辛苦了 可能喝点水 哦好谢谢 不客气 我喝不完了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 你 你 你慢点喝慢点喝 哇 阿威你还真的挺实在的啊 你那要不然我我煮点腊肉 我中午我们吃点饭 那个我吃过饭了 你要不你先做饭 我去车上拿点东西吧 啊 你你先会 要不然我帮你拿吧 没事没事的 我去拿就行了 你去做点 你去做饭吧 啊 那那那好吧 我我先煮点饭给我妈吃 嗯好好好 啊 你怎么拿这套东西啊 没事的 我来的比较着急 然后给阿姨跟孩子买了点东西 也不是很多啊 哎呀 不用不用买这么买这么东西的 你你让你泡费了 你不用花钱的 哎呀 没没没关系的 你你你你不是煮腊肉吗 怎么端了一碗面条啊 哦 这个腊肉来客人的时候才才才煮 呃平时我们就简单吃点 哦 那阿姨是不是在里面休息呢 我去看一下他呗 不用不用 嗯 不用 他这两天肠胃 肠胃不好 嗯 上次事情不好意思啊 哎呀 没事的 没事的 嗯 这是你上次放我这两千块钱 嗯 给你我一分没动 你干嘛呢 这我这给孩子跟婆婆买东西的 你拿出来干嘛呀 呃 你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这个钱我真的不能收 我自己有手有脚的 我慢慢这么 也可以生活的 哎呀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拿着吧 拿着吧 不不用 我这个钱我真的不能要 哎呀你 你拿着吧你就 我不用 真的真的不能要 你这面怎么又端出来了 嗯 这是我婆婆妈 没吃完的 啊 你 你 嗯 嗯 阿姨没吃完的 你 你 你慢慢 慢点吃 哎呀 别咽啥了你慢你慢点 这个钱你就拿着 别跟我客气了 拿着吧 这个钱我真的真的不能收 不能收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哎呀没事你就拿着吧 拿着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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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不要 我要 你干嘛呢干嘛呢你 这 我 我欠我哥钱 啊 之前我不是建议一家八百块钱 交小孩子的学费吗 你 现在被你嫂子知道了 如果我今天不把这钱拿回去 他要给我离开 这 哎呀 你跟 你跟嫂子说一说一下 我现在 嗯 没有 我也 我也理解你 我也理解你 你带着小孩子 还要照顾婆婆吗 但是你也知道你嫂子的脾气 今天 我必须把这钱拿着 哎哎 哥 这个钱真的不是我的 哎呀 实在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个钱 算我借你的 等我有钱了 那 马上就还给你 哎呀 没事 不用还 这个本来就是给你的 更何况你以前还帮助过 几个儿体吗 嗯 以后有什么困难的 你直接给我讲就行了 嗯 不行 我这个钱一定要一定要还的 不然我晚上睡不好觉的 哎呀 真的没事 不是 我觉得你人也挺好的呀 那你老婆当初为啥会离开呢 哎 你一个人带孩子 然后又要照顾婆婆妈 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相信你的孩子的妈妈 肯定会回来的 我老婆要能回来 不管怎么样 什么错 我都能原谅她 我想有个完整的结果 嗯 我也再想想办法吧 然后让我身边的朋友也都帮忙找找 名字我都记住了 叫李平嘛 对吧 对 叫李平 对 你叫什么名字 哦 你叫我单单就行了 单单 啊 名字很好听 谢谢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一块去找阿体吧 嗯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走吧 嗯 走走 阿体 阿体 哎 你别跑啊 哎 别走啊 你等一下等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你别走 你 你怎么在这呢 我们两个找了你半天 你跑啥呀 阿体哥 你怎么跟我姐在一起 我在路上碰到单单 然后她说要找你嘛 我跟她一起过来了 阿体 你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 你 你告诉我好不好 还是我做错什么了 你给我说呀 你单单 真的很担心你 你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吗 没 没什么 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你要这样对我 弟弟 刚才真的真的挺好的 你 一定要珍惜 你看 我老婆 都 好了 姐 嗯 不是你有钱 你以后也别人了 为什么呀 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给我说好不好 我不想连累你 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 为什么呀 阿姐 你别走 你到底怎么了 你跟我说好不好 你别走 别走 我听她 Obrig 我听你听你讲什么 你们完蛋了 我听我听你了 我听你了